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ELS设置程序进行读写 断电后由主板电池对SMRS供电 以确保其中的信息不会丢失 BELS与SMRS的关系如图所示 BELS的主要作用 加电自检 开机时对硬件进行检测和初始化 发现严重故障时停机 发现非严重故障时 给出屏幕提示或声音报警信号 等待用户处理 自检通过后则启动操作系统 将对计算机的控制权交给用户 中断服务 BELS中断服务程序 实质上是危机系统中 软件与硬件之间的一个可编程接口 主要用来在程序软件 与危机硬件之间实现衔接 开机时 BELS会告诉CPU各硬件设备的中断号 当用户发出使用某一设备的指令后 CPU会根据中断号 使用相应的硬件完成工作 再根据中断号跳回原来的工作 系统设置 设置SMOS参数 主要包括标准SMOS参数设置 芯片组特性设置 电源管理设置 启动设置 密码设置等 系统启动字举 计算机启动时 读取瓷盘引导记录 通过引导记录 读取瓷盘操作系统重要文件 加载操作系统 BELS的类型 根据制造厂商的不同 传统的BELS主要有 Award BELS AMI BELS Phoenix BELS三种 目前全新的UEFI BELS可扩展固件界面已经开始普及 它是基于图形化的需求设计的全新一代BELS系统 那如何进入BIOS 我们先看一下启动界面 在启动画面当中 即时按下第二键 进入了BIOS系统程序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设置BIOS参数 不同类型的BIOS进入的方法不一定相同 通常按Delay键 ESC键 F2键 F10键 或F12键进入 我们以某一种UEFI BELS为例 计算机启动进行加电自检时 按下相应的Delay键 即可进入BELS设置程序 注意 如果超过时间 才按Delay键 计算机会继续启动 此时 需要重启计算机 才能重新进入BIOS 进入UEFI BELS后 默认看到的是 Easy Mode 即简易模式 在简易模式中 可以查看系统基本数据 并可以选择显示语言 喜好设置 即开机设备顺序等 如果不习惯使用英文界面 可以切换为 简体中文界面 操作方法 单击语言下拉列表 选择相应的显示语言 如果需要设置更高级的BELS设置选项 可以将Easy Mode 切换为Advanced Mode 即高级模式 操作方法 单击Advanced Mode按钮 或按F7快捷键 选择确认按钮 进入主菜单Man 一般情况下 系统默认的CMOS参数 可以让系统有比较好的性能 但在以下一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进入BIOS 重新设置一下CMOS参数 1. 新计算机需要通过光盘或U盘 安装操作系统时 要设置启动设备顺序 2. 安装了新的硬件 需要进一步设置或更新参数 3. 系统启动期间 屏幕上出现错误信息 并要求用户运用BIOS程序设置 4. CMOS数据意外丢失 需要重新设置 5. 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优化 6. 需要设置开机密码或BIOS密码